Low 69 It's currently in 64 Mostly cloudy 我覺得今天會很熱鬧 哈囉大家好我是電撻上女小一 在詳細了解完HomePod之後呢 是不是會很想知道 它跟其他智慧音響擺在一起 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所以現在桌上看到的是 Google Home Mini Google Home以及HomePod 還有小米的AI音箱 所以呢今天不只是硬體之間的戰爭 還是Google語音助理Siri 還有小米這家語音助理小愛同學之間的戰爭啦 那我們來看看大家的實力到底如何 先看到體型最大的HomePod 它內含7組的揚聲器 以及7組的麥克風 所以它不只可以感應環境的變化 來調整它的音效 音量也可以涵蓋非常大的範圍喔 那它6加1組的麥克風呢 可以讓它聽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 所以你站在房間的各個角落 如果你去喊Hey Siri 都可以很容易很敏感的去感測到 接下來呢就看到Google Home 那它內建呢是1顆揚聲器 以及2顆麥克風 所以沒有辦法準確的定位聲音的方向 但我覺得它的音量不會比HomePod小非常的多 Google Home Mini呢當然就是比Google Home還要更出階啦 那小米AI音箱的部分呢 內含有一顆揚聲器還有6個麥克風 的確在實測的時候我覺得喚醒小愛同學是非常的容易的啊 今天的重點呢就是在體驗上啦 那我會著重在語音助理以及音質音效上面 那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呢就要幫他們找主人啦 與手機來配對 最孤僻也是最簡單 就是HomePod啦 它只支援iOS的裝置 像是iPhone或是iPad等等 這也是蘋果一貫的作風 我想大家也習慣了吧 所以它的配對非常簡單 無需另外下載App 手機靠近HomePod就可以直接設定 Google Home Home Mini 則是任何手機下載Google Home App 都可以使用 在設定上呢 稍微多花一點點時間 但大致上還是蠻直覺的 小米AI音箱也需要另外下載App來進行配對 不過要另外註冊小米的帳號才能順利的完成唷 那在智能居家上面呢 HomePod跟小米AI音箱 他們兩個的選擇都比較狹隘一點 像是HomePod呢 它只能支持自己家HomeKit的商品 那設定雖然比較簡單 但是選擇的品項就非常的少囉 小米AI音箱與旗下生態鏈 有較高的相容性 那Google Home Home Mini 他們相比較之下呢 選擇的品項就非常多啦 所以呢如果現在想要打造 更完整的智能家庭的話 Google Home可能可以給大家更多的選擇囉 剛剛呢完成配對之後 就可以與他們說話啦 不過等一下不要急著 對他們掏心掏肺喔 他們是聽不到的 要用特定的關鍵字來喚醒他們 像Google Home跟Home Mini呢 就可以用 Hey Google或是 OK Google來喚醒啦 那HomePod呢 它則是可以說 Hey Siri來喚醒它 比較特別的是 你也可以常按它上面的觸控板 來跟它講話喔 而小米AI音箱裡面呢 住的是小愛同學 對 只要像這樣子 叫它的名字 它就會回應我囉 那現在呢 目前只有它支持中文的語音 像是HomePod呢 只有支持英文的語音啦 那Google Home跟Home Mini呢 他們現在是支持 英文、日語、韓語 還有義大利還有西班牙文 就是沒有中文 好吧 其實像我們的母語難成這樣 另外呢 像是Google Home還有Home Mini 它都有支持 Voice Match 也就是使用者辨識功能啦 那像HomePod它這樣就沒有辦法辨識 是誰在跟它講話 在個人化的部分 沒有做到這麼的好 成為智慧音響 那它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當然就是音質的表現 到底是如何啦 那HomePod呢 它又在搞孤僻啦 它的智慧語音的部分 只支援它自家的Apple Music 如果你是聽KKBOX 或是聽Spotify的話 就要再另外連接AirPlay來播放囉 那Google Home跟Home Mini呢 它們兩個支援了多家 第三方音樂應用程式 除了自家的Google Play Music之外 剛剛所提到的Spotify 或是KKBOX 它們都有支援唷 它們的確開放的資源比較多 這也是為什麼 這麼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啦 那小愛同學呢 它也支援了多家的音樂應用程式 那我覺得比較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中文去點選 你喜歡的歌星或是曲目 那音質的部分呢 就直接讓大家體驗了吧 希望呢透過鏡頭也可以讓你們聽出它們之間的差別喔 那像HomePod真的讓大家都非常震撼它的音效 尤其它很強調它低頻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像小儀一樣喜歡聽音樂中低音的朋友呢 會更喜歡到它的效果喔 剛剛有提到呢 像HomePod它的定價是349美元 那另外呢 Google Home Mini它是定價49美元 Google Home呢 則是129美元喔 算是大家還蠻能接受的一個價格 那小米AI音箱呢 它的定價則是299人民幣 算是還蠻能輕鬆入手的價格喔 最後呢 就是最熱鬧 而且大家最想看 但我最頭痛的環節啦 那就是語音助理大亂鬥 那我會派出Siri以及Google小姐呢 彼此溝通溝通 那Google的部分 我就會派出Google Home這個大哥 來跟HomePod來對決囉 喔 小愛同學 對 你就在旁邊學著聽吧 I'm flattered to be mistaken for Siri I admire her a lot I even wrote her a poem 咳咳 Google is red Google is blue Apples are sweet and Siri is too very funny I mean not funny haha but funny That's like comparing apples and not apples According to Wikipedia The idiom Comparing apples and oranges referes to the appa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items which are popularly thought to be incomparable or incommensurable such as apples and oranges 我覺得呢 Siri他應該是火象星座 因為他的個性比較重 那Google Home呢 他應該是土象星座 富有心機的去酸別人 喔 終於搞定大家了 哼哼哼 不過呢 在跟他們講話的過程中 還是讓我蠻上癮的 因為呢 他們雖然帶點聰明 但還是有點深色的感覺 像是Siri 雖然在語音助理當中是 戰下風的 但我還是會期待 他給我什麼驚喜的回答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完 剛剛的大亂鬥之後 有沒有盡興呢 或是對這幾台 智慧音響有心動的感覺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別忘了按個like以及地面電他上輪的頻道 還要開啟小鈴鐺才能接受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大家掰掰